好,当你拿到了CGFNS的CP和VisaScreen两个Certificate之后呢 恭喜你,你就离美国之路不远了 那么你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到美国呢? 第一个,你可以在Google上搜索或者BIN上搜索美国求职的十大网站 你可以在上面投简历 你可以在上面投简历 你可以去搜索非盈利机构和盈利机构的 你可以搜索H1B,也就是工作签证或者是EB3 这个劳工移民等等 也就是你可以去在这些网站上去投简历 那么当这些招聘方,这些医院也好,这些facility也好 他们拿到你的简历,看到你都满足条件了 你都有VisaScreen了 你都有这个执照了 你有工作经验 中国的工作经验 他们是非常非常热议来把你引进过来 当然这个过程也不容易 你需要投大量的简历几百分 简历过去 因为我们面与一个身份的问题 这个很现实 所以当有些这个招聘方对你有兴趣的时候 他们会给你面试 然后呢 如果他们很认可你 就会帮你去摇号 摇H1B 摇H1B 那么你如果你摇中了 恭喜你 你就可以拿着工作签来到美国工作了 或者呢 有的单位呢 会给你申请EB3 劳工移民 劳工移民 那么也可以 但是呢 排期排几年 这个比较慢 比较慢 如果是非盈利机构要你的话 那么就很快 几个月之内呢 就可以把你弄到美国来 他不需要去抽签 不需要抽工作签 他只要想要你的话呢 他就可以透过这个非盈利机构那个通道 把你引进过来 同时给你办绿卡 所以这个身份问题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 当你有了这个所有的条件之后呢 你可以透过这些渠道来到美国 透过正规的渠道H1B去抽签 或者非盈利机构给你sponsor 去给你办这个工作签证和移民 或者你在国内等几年 不建议这条路啊 EB3 劳工移民 不建议这条路啊 当然这个安全性很高 你反正在国内啊 你可以等几年 然后呢给你办好了 你再过去啊 这是好 这是这个 然后如果你没有这些啊 这个也没有找到这个要你的单位啊 你能有国内啊 人在国内 但是呢你这个执照也好 这些该有的东西都有了 你仍然想来美国 那么有一条路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啊 你可以这个啊 透过其他的签证 无论是学生签也好 或者是旅游签也好 Anyway 你透过其他的签证来到美国之后呢 你就申请正值庇护 然后呢 在这个在半年之后呢 你再申请公卡 那有了这个公卡之后呢 你就可以用你的护士绕去工作 然后同时呢 等待几年的这个正值庇护的等待期 你都可以工作 这是一条不是很推进的路 但是呢也是可行的路 至少你可以在美国赚个几年的美金 万一庇护不成功 大不了回国 没有什么损失 那万一成功了 或者怎么样 你可以留在美国 那么这是最清晰的 这个美国护士移民来到 这个美国的这条路 在这条路当中呢 会有很多的艰难 很多的艰辛 有很多的细节 需要大家去留意 那么我会在视频当中详细讲解 每一个步骤 它要注意什么